哈囉 大家好 我是胡杰 上集聊了現代奧運如何中斷舉辦之後又復甦起來 而這一集要聊 奧運為什麼會比這些運動項目呢 那在所有的運動項目裡面 在1896年第一次就現代奧運在雅典的時候 當時只有9項 那到2020年也就是接下來的東京奧運 他們改了一個小小的規定 就是可以在原本有的28項的項目裡面 可以在由主辦國自己增加一些小分項 所以現在東京的話就多了5個小分項 那他們的運動項目是怎麼算的呢 其實就是從大項 然後分項 下面還會有小項 那其實根據歷史的演變 他們會有一些淘汰掉的 比如說像馬球 有一些是曾經淘汰掉結果又回來的 像是網球 那當然也隨著日新月異 有一些新的項目 比如說像鐵人三項 跆拳道 攀岩 這些的話就是後期比較新加入的一個賽事 在這邊呢展示了非常多 不論是夏季運動會還是冬季運動會 甚至是殘障奧運 他們這些金牌選手們身上所穿的那些衣服 都是他們用過的一些運動道具 不過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運動員的小故事 大家會想說 這個泳褲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不要小看他 他的主人穿著他拿下了28面的獎牌 其中有23面是金牌 他就是飛魚Philip他自己的泳裝 哇 覺得好像平常都在電視上面 或是奧運會上面看到的狂人 飛魚本人穿的衣服就在這裡 真平 我覺得這個整個奧林匹克博物館裡面 真的收藏非常非常多 你會覺得好像有一些 遠在天邊的那些事情 現在他們都實實在在的 把這些故事保留在這個場館裡面 將他們的感動跟勇氣繼續傳承下去 其實要當一個運動員真的很不簡單 需要非常多的毅力跟努力 那其實奧林匹克運動會 它不僅僅只是運動員的盛事而已 它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會到主辦國或是他們的城市裡面 所以當然就有一些其他附加的活動 其實是很完整的囉 包含他們會需要設計一個他們自己的logo 或是主視覺 旁邊可能就會有吉祥物 包含到門票 甚至是場館建築物的設計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設計 我覺得 社會主辦國壓力應該超級無敵劈力大的 因為這個規模其實實在是太巨大 當然可以帶來的背後經濟效益也很不錯 如果你等於是像全世界的人 在promote你自己的國家或是你們的城市文化 所以很多的設計裡面也會帶有自己國家傳統裡面的一些圖示啊 或者是顏色 那在這邊我想要跟大家提一個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在各國的運動賽事的時候啊 他們都會有象形文字 就是比如說舉重 你覺得一看就懂 我自己覺得超神奇 可是事實上 每一屆他們都會有他們自己的設計 這是在1964年的時候 東京奧運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先提出來的 後來大家覺得說 欸這個不錯耶 可以跨越語言 大家一看就懂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比較看看在不同國家 或者是不同的年份 同一種賽事 他們也有不同的象形文字的呈現方式 這個在瑞士洛桑的奧林匹克博物館 其實還有很多故事可以看 包含還有互動體驗區 讓我們了解運動員平常是怎麼做訓練的 我自己覺得很特別的是這兩張圖 它分別展現了男女運動員 因為練的是不同的體育競賽 所以他們練到的肌群會不一樣 在體型上的視覺差異 不只是撞而已 其實還有很多的細節 真的是讓只是好動 但其實是運動麻瓜的我大開眼界 也很佩服這些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們 我覺得要成為一個運動員非常不容易 更何況是可以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的 他們要經過非常多的 真的應該算是磨難吧 要有很多的恆心跟毅力 因為有的時候你是 對於這個運動賽事 你喜歡你有興趣 可是當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比賽 等於是工作的時候 你必須要花費的那個心力跟訓練的強度 不是一般常人 我們這種平民老百姓 連跑個步都覺得好累啊 去運動健身都覺得 今天有點忙還是算了 更何況是這些運動員 每天都在挑戰自我 我覺得奧運會也是一種 把這些運動員精神 不放棄努力以及勇氣繼續傳承下去 很棒的一個國際賽事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帶大家來逛 洛桑的奧林匹克博物館 接下來的2020東京奧運 希望有幫助你更了解奧運賽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不要忘記訂閱、分享、按讚 掰掰